作者玩家10月31日晚8点,腾讯动漫在微博针对近期腾讯动漫停止支付作者稿抽传言做出了回应,表示此消息,未误传,所有作者的稿抽均会按时如数支付,并未出现脱险情况,后续会整合资源对优质内容给予更大力度的扶持。 图,at 腾讯动漫微博回应全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回应在解释传闻的同时,提到在腾讯新的平台与内容事业群成立后,将做出调整,把部分作品转入付费,由用户和市场来决定作品发展。 也就是说,近日的调整是基于PCGG事业群的成立,同时,将有部分作品在调整后失去平台考费的底线,通过付费模式优胜劣汰,卖画内容将现金平化,付费画方向发展,腾讯调整组织架构。 动漫业务依旧受到重视9月30日,腾讯发公告启动战略升级,调整组织架构,将原有的七大事业群的基础上进行重组整合,既保持深耕垂直领域的优势和特点, 保留原有的企业发展事业群,CDG互动娱乐事业群,IG技术工程事业群,TG微信事业群,WNC,有突出聚焦融合效益,新成立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D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其中,新成立的平台与内容事业群,由腾讯集团COO任与新华帅,加腾讯新闻,腾讯视频, 腾讯体育,微视,腾讯营业,腾讯动卖等内容平台,以及QQQQQ空间等众多流量,社交平台业务整合,腾讯的官方通告中还提到,腾讯动卖作为中国动卖产业的旗舰级平台,将坚持IP培育和演化的道路,既供高质量,有价值的内容,这也一直是腾讯在追求的目标和优势所在, 从2018年腾讯动卖的主要指措来看,4月22日,在UP2018腾讯新闻创生派档会上,腾讯动卖公布了包括漫画画端华故事,兼容作品, 创作点净题材动卖作品,孵化明星二次人IP等六大合作,已有的国漫IP如琴霞,山河设计图等也在陆续动画画,腾讯动卖的头部IP,胡摇小红娘和艺人之下,手游和真人剧也都在推进, 9月17日,在腾讯影业的发布会上,公布了几余动卖IP艺人之下,从前有做《零剑山》改变真人剧的最新进展, 其中艺人之下真人剧由徐静雷担任剧集监制,田萌担任导演,徐静雷在台上分享了自己在参与制作动画的心得体会, 同时,导演田萌表示,包括概念图及动作特效设计,实地看景,寻找在内的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去进行,并展示了工作特级视频。 此外,邹正宇还表示,未来还会继续开发艺人之下系列剧集,从前有做《零剑山》真人剧方面,腾讯影业黑体工作室高级制片人杨叶与主演徐恺,高宇儿,郭秀婷,朱元斌, 郑雷共同参与了发布,台上,制片人杨叶界,上了剧集的打造思路,从前有做《零剑山》真人剧《确定》将由于《钟钟导演》,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备当中,到11月, 腾讯动漫也先后公布了与故宫合作的漫画,故宫回生等的最新进展,同时,过那首歌基于动漫IP艺人之下衍生的超排人友林系列服装也开始售卖, 还与日本最大的动漫出版社及音社一起举办中月桥曼大赛,2018年,腾讯将办娱乐升级为新闻创,主张维绕IP建设,打造中国当代文化符号, 从腾讯动漫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在IP打造的基础上,也更多的在与传统文化进行合作, 特别是考虑到漫画这种形式的特殊性和文化价值,动漫对于新闻创战略的意义挤足轻重。 所以,从腾讯集团的战略调整,和腾讯动漫目前的业务现状来看,腾讯不可能放弃动漫业务, 还有可能在这一内容方向进行资源整合,资本入推的动漫行业,泡沫已经显现从这样的背景下来看, 在脱下稿袋已被澄清后,腾讯动漫做出的次次调整,重点引发了业内对漫画付费的讨论, 实际上,漫画付费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国内的杂志连载中,都已经得到过验证, 由于杂志篇幅受限,不受读者认可的作品被则编腰杆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历史已经形成了游市场筛选内容,搞流量,搞愁,宣传资源, 以及动漫影视化的机会,集中在精品内容和游戏创作者的比较,健康的产业闭环。 随着2010年617,腾讯动漫等平台兴起,漫画开始在网络渠道兴起, 2012年,十万个冷笑话动画画,引起了国产动漫二次崛起的风潮, 资本涌入动漫行业,并在近两年迅速膨胀,融资事件比比皆是, 我们见证了奥菲九云收购有妖气,跨看漫画多轮的数亿融资, 也看到一时间有出的数十家大大小小的漫画平台,平台对内容和IP的需求暴增, 但关内漫画行业人才积累不多,内容创作周期又长, 平台们为了取得更多的签约作品,开始砸钱争抢内容,放宽内容审核要求, 签约稿费也节节攀升,收入的提高吸引了大量从业者进入行业, 很多旧平台,TALK的流量慢应运而生,一时间行业空前繁荣, 此前,有漫画平台负责人吐头,刚毕业的学生来签约,直接要求一品上千元的稿费, 网络漫画刚开始连载,时候大佬的稿费一品也不够百元, 但那漫画作者毕沈宇,在其微博上发文表示人多了,收入高了, 但质量崩了,那个时候,说句实在话,自己的作品自己都看不下去, 没钱审阅公司那部的稿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可又有什么办法? 人越来越多,不赚钱,怎么养活大家,想赚钱,你就要有数量,有数量你就别想要质量。 从一个月几十张的出产量到月四百页以上的出稿,钱赚得飞起, 不只是我一个人,绝大部分漫画家几乎都在那个时间点上, 陷入了这个循环之中,资本助推的行业出现泡沫,浮躁的行业繁荣背后, 问题浮出水面,平台成本激增,内容质量并不理想, 动漫内容的变现渠道了也没有打通,与以后忘了引游开发, 并没有给手握IP的平台,们带来正向的现金流, 于是资本开始退潮,平台开源节流, 行业负面频频爆出,一世间人心惶惶,在行动中不知所措, 理智和冷静的内容,创作者一直在发出行业调整的声音, 却发现产业中很多人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认知, 漫画要靠平台养活,漫画就应该免费观看, 正如这次腾讯动漫做出付费调整后, 我家大师修脑子有颗漫画作者林宇墨在微博发文的开头有点夸张的提到那一天, 人们终于回想起了,漫画是靠读者付费来支撑的, 但是尽兴的是,很多人其实根本没忘记过, 很多人其实一直在努力的致力于为漫画产业, 建立稳固的良性循环, 很多人失败了,很多人还在成功的路上, 图,而林宇墨微博文章, 截图资本泡沫和行业浮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如今,烧了一波资本的钱, 行业是时候冷静下来, 把行业的泡沫记忆击, 把投机的人记忆击, 基于优质内容进行更健康的商业模式的探索, 推动行业更长久的发展,潮水褪去, 动漫内容因已经品化来升级产业时至今日, 潮水褪去, 腾讯作为漫画行业最大的参与者首先进行了这次调整, 会对不同的参与者产生利弊的影响, 对于行业中那些质量好评价, 高的作者和工作室来说可以说是好事, 如果能够产生良性的循环, 又要促成动漫产业的一次升级, 从中国动漫市场来说, 经过几年的发展也发生了确实的变化, 付费模式的尝试虽然和已经成熟的网文市场相比仍有差距, 但与自身比, 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 在11月1日, 南京开幕的2018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中提到, 头部付费, 漫画内容年收入与创新高, 其中的破仓穷2017年流水超3300万元, 最高月流水超400万元, 东罗大陆2017年流水超1400万元, 最高月流产超250万元, 量部作品数据同比2016年, 有三倍以上的增长, 同时, 基于漫画作品, 衍生的国漫IP的价值也在不断被认可, 在10月25日, 北京文博会组委会和新华社旗下 瞭望这库联合发布的面向高质量的发展, 2017年到2018年度IP评价报告中, 腾讯动漫旗下的狐妖小红娘, 一人之下, 出现在邦达Top20, 基于漫画的动画开发, 一页合作, 文化珠海, 影游开发也都在推进中, 在资本机器行业泡沫又退潮的节点, 如何产业能从流量为王, 重回内容为王, 才有望迎来更健康的IP成长模式, 这或许是一次真正的升级, 如果将平台视为一个, 协助作者接入市场的连接器, 依靠作品在市场的表现, 摆脱大波范, 形成强者欲强的效应, 让最优质的作者, 可以获得远超平均的收益, 也许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真正迎来自己的伟天容易了, 爱本即使。